烹饪 烹饪是自己的兴趣 我就是喜欢煮东西给人家吃 人家喜欢吃我煮的东西 我比较有成就感 这个风味餐只要来山上 我们就是以最原始的方式去料理 以前老人家怎么做 我们就是那种方式 把菜色端出来给客人吃 我的菜单是写出来没有错 但是菜单都是死的 比如说不是冬天、夏天、春天 人家说我要吃香菇鸡 近凯然没有香菇鸡 我有树豆 我有凤梨苦瓜 芭比辣椒 我都有 我要让客人知道说我这边有鸡肉 但是我要怎么弄 我要以当地的食材 去搭配这样 甚至我的食材都用本村的 那些老人家的自己所做的东西 所取得这些食材 我是很喜欢说 既然这个地方已经变成是观光景点了 有什么事情 大家一起服务我们的游客 不要分离物 我就是一直很坚持用我 用我这边的年轻人 到最后也是这样子慢慢的 慢慢的大家都一直很好做 你太忙 我可以去帮忙 我太忙 你也来帮忙 大家互相 让我们所有村庄的人 每个人都有工作做 让我们的观光景点 退出去 让所有的人知道说 我们这边有这个地方 找一些游客来这边 就发展这个高度 高度事业 就算今天你没有办法做这个餐厅 你也可以去种一些什么东西 你种什么 像你采购 大家对于工作做 不希望说 我们这边村庄的人口在外流 这是我对我们村庄中 比较大的期望 谢谢月亮 我太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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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班都送 plan